佛子天地游记 观看地狱景象 回阳世书写出来 让阳世众生知道 只有心造种种恶业 才会堕落地狱 自身心中泪史泪解的恶念 造成自己下地狱的恶果 世间人为追求 才色名利 蒙蔽良心本性 造作诸多恶业 才令现今地狱饱满 人满为患 世间众生切记 为心向善才能去除 恶念形成的孽障 童之地狱 大地狱 惩戒为财色名利 心生恶法 黑心肝的罪灵 这个地狱的地貌 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山谷 有河流游堂 在山谷中 这里的河流 是冒着黑烟的黑色童之 无见地狱的河流 是红色的绒江 哀好身淫生四起 四周都有鬼差拿边呼喝罪灵 喝下童之受刑 我走进其中一个鬼差 鬼差拉了三个罪灵 过来叫他们自己 坦白招供 罪灵哎 我是XXX 家住XX 江苏省啊 我生前 是乡里的村长 我们村人口 有近百人 我该死啊 城里来发展商 看中我们村周围的地 想发展成 洋楼住宅区 发展商找到 我和我私下商量 叫我说服村里人 低价卖给发展商 他们会私下给我几百万 并送一座独立洋楼 给我当作奖金 按理一块地皮 是要卖XXX XXX 我骗他们 置之XX XXX 我村里人不识字的多 所以不知道是假 地皮估价文件上 我也做了手脚和发展商 一起吃钱 有村里人 死活不卖祖地的 我找人恐吓 把他们打个半死 逼他们卖地 有几个村人身子差 被打成重伤 送进医院 就不成 死了 村里阿茂和阿军 英译 死后下去 找阎王告状 我后来得病住医院 临死之前 看见他们两个 掐住我脖子 让我断气死在医院 下来也望 就盼我进这个地狱城镜 天天被灌红枝 红枝又热又烫 天天把我喉咙 烧得苦不堪言 哪知道 吃钱会下地狱的 呜呜呜呜 罪灵哭喊声 罪灵帝 我是XXX 住XXX 黄浦区 我生前是一个XX 联合食品开发工厂的老板 我叫实验室 送去政府部门化验的罐头加工品样本 是真材实料 得到批准生产后 我为了节约成本 多赚利润 把一些食品成分 换成有害的化学成分顶替 每一月生产数以千计的 这种有害化学罐头 临死前 身上三个地方癌症 肠癌 前列腺癌 肝癌 在医院化疗放疗 被折磨到兽骨如柴死去 死后被判进这个地狱 鬼差告诉我 死人心太黑 给百姓 吃这种有害物质 自己吃健康食品 所以心黑肠黑 就下来罚喝黑黑的同志 喝同志X年才可以出地狱 过后下仪式为驴 被人骑 被人骑 罪灵C 我是陈XX 家在XXX 台X 生前和朋友 开了一间建筑公司 我是建筑师 建筑成本高涨 为了赚钱 偷工减料 把一些不符合建筑法令的化肥 混合进去建筑物 贿赂官员让建筑徒通过审批 其实这些楼房存在危害性 一旦发生天然灾害 是抵挡不住的 我知道 可是巨额的金钱利益 让我昧着良心 造这些黑心楼房 死后阎望盼我尽同之地狱 我也是刑罚完毕 要投畜生道 感恩师父 弟子2018年12月6日 答 你们如果去查 一定查得到真实情况的 都是真的 师父已经看了好几次图腾 真的有这样的人 怎么死的 和他讲的一模一样 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在阳间欺骗别人 死后就下地狱 痛苦死了 卢台长开始解答来信疑惑 273 2018年12月17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